这样宣布22日起 24个特定场合需要打满三剂 其中包含健身房 但百货美食街餐厅却不用 让馆长沉滋汗开直播酸 每个地方的政策都不一样 需要科学证据能证明 难道深蹲比吃饭容易染疫 我是觉得政府还是要跟大家民众 把话讲清楚 因为地方跟中央老是在鬼打墙 你这个政策烂得跟狗屎一样 这样面对Omercom 想走向与病毒共存 不过依国外染疫律经验推算 最低日本百分之四点三国内 会有近百万人感染 若是以澳洲染疫率推算 将会有高达三百四十五万人染疫 到时恐有五千至近两万人 需要住进家库病房 医生苏一峰表示 台湾到处充满极限 与病毒共存其实比较累 累的是一般人和医护 与病毒共存到底爽到谁 引起专家也开酸 面对近期家用快筛设计需求大增 陈时中表示家用快筛实名至五月初可上路 可提升至一千两百八十万剂 后续新采购设备到位后 每月产能可上看一千五百八十万剂 民众只能好好自我准备 面对即将迎来的疫情考验 记得综合报道 旺旺水神抗菌疫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宝器 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GO